今天有个网友跟缺姐呢展示了他那个屋子呀 搞得像个垃圾场的 很多杂物啊 很多没拆开的包裹啊 堆的是满屋都是 连下角的地儿没有 缺姐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屋子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是吧 你说你这个屋 你堆这么多杂物干嘛呢 你为什么不拿回包裹的时候 顺手就把这个包装袋啊 垃圾啊你都给扔了呢 你为啥要买这么多啊 你都不拆开的包裹呢 你不拆开说明你不是急用是吧 买这东西就是没用的 对你来说就没有价值 如果你乱花钱呢 买这些不必要的快乐呢 这个行为本身你就得改 你就得改是吧 这是恶习 你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因为呢普通人过日的 你得把这个钱花在这个刀刃上 而不是说下机不浪费是吧 你下机不浪费 因为你是应付不了啊 任何大项目的消费需求 比如说你要买车 你买车你说啊 你去哪玩你你不方便吗 你开着啊 你不比这个做什么 这个公交要舒服太多呗是吧 而且呢有的时候你打车呀 你还得排队呀 你还得是跟人吵架 像缺鞋说的现在没车啊 缺鞋现在还没卖车呢 这个缺鞋正在考虑啊 也要买一个二手车了啊 说这样的话 你要是没有手头 没有这个现金 那你要是攒不了钱 你可不就买不起了 你就说哎呀 反正我赚的钱少 跟你们讲 就积少成多 你不要小看你现在赚钱少 你就赚钱少 每个月你存一笔存一笔 你时间长了也是非常可观的 也是能攒下一个买车的钱的 你买不了一手的 难道还买不了二手的吗 你买一个好看的 特别适合女人开的 比如说菲亚特500C 这形号这车非常好 缺鞋可能大概路要下一个车 要买这个车 缺鞋就想跟大家建议啊 普通人过日子 就我们就普通阶层 你不要那么 雪羊糊涛啊 飘在那个天上啊 说什么富阶层 富豪啊 那些啊 跟普通人生活 真的离太远 而且呢 那个运气啊 不是你那么容易能够得到的 就能够得到的呢 还是我们普通人的日子 普通人的阶层 普通人的收入 普通人的消费 对不对 普通人过日子就是什么呢 你买必要的东西 没必要的 这个你都你都别买 一来呢 你浪费钱 二来呢 你占地方 第三呢 你是没有任何储备金的 你存不下钱 任何事你都办不了 而且呢 现在啊 就是这个 全世界 满世界都在倡导这个极简主义 什么叫极简主义啊 什么叫断舍离啊 该断舍离就得断舍离 但是这个网友 他已经表示了 跟缺姐表示了啊 缺姐只是说 跟广大的网友们再强调一下 不光是跟这个网友说 主要是跟广大的年轻的网友们说 极简主义就是让你控制你花钱的这种过度消费的欲望 对你来说呢 就是你人生的一种消耗 是你人生的一种负担 不是快乐 如果你们总控制不住自己这种一时的纵欲 什么纵 纵什么欲了 不一定是性欲啊 这是物欲 物欲如果说女孩子女性你控制不了的话 你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你说我这就心里有空洞 我脑子我脑子有泡 我心里有洞 我就得花钱 我买买开心 说几实话 就是你这样的病态心里 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跟你待一块 待长久的 不管是你的血缘关系 你的亲缘关系啊 你的这个有缘关系 性缘关系啊 就就还是你说 未来的你要找什么样的生活伴侣啊 但是无法跟你啊 在这样生活在一起是有生活质量的 因为什么呢 你这把钱全部乱花了 你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改善 你说我穿着美 我穿着开心 你穿什么呢 你连包裹的拆都不拆 你有什么享受到的 而且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 你的劳动啊 它不属于一个比较 周围的就比较 怎么讲 说起来就比较高大上的工作啊 然后你所能接触到 了解你这帮人 还是你工作中所能接触的这帮人 这帮人并不会因为你穿的好看就高看的一样 你所获得的这个这个买花了钱啊 获得的虚荣性的满足 这个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什么呢 你周围混的这帮人都了解你是什么样的是吧 你说你穿着啊 你说我漂漂亮亮的 那这个不划算 跟你讲 这现价比太低了 他们看着你好看不好看啊 就是你只要穿的体面 你有够穿的衣服就可以了 而且你买的少儿精 你不要买一大堆的地摊货 像曲姐那澳大利亚对朋友 他买一大堆的地摊货 一看就破破烂烂是吧 然后呢 他还要给每个地摊货的那个破烂衣服啊 还叠得整整齐齐 我说你 我说你还给这样的衣服买了这种啊 就是这种啊 就是什么收纳的这种工具 什么又纸板的又断袋子 黄色的断袋子 就是我在直吗 我说你就这种破烂地摊货 在直的你这么收纳吗 我说我呢 连我这样的我都全部挂下来 我的衣服也是非常的 就朴素的衣服 因为什么呢 说句实话 衣服对你们的这个颜值的帮助不大 你们长什么呀就什么呀 身材啊 这个脸道 皮肤 肤这个质感是瞒不住人的 不是靠你穿什么衣服 说用什么高档的化妆品就能 把你给改变出来 那你基因就是这样的 就是能改变的是微乎其微 首先呢就是身边熟悉这帮人 不会因为你穿什么好衣服 又穿着什么新衣服 就高看你一样 该怎么对你还是怎么对你 然后呢 你说路人看你一样 如果你不是长的这种啊 就明星级别的这种颜值啊 路人是不会多看你一样的 你穿新衣服就衣服 对路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你说你这些衣服穿给谁看呢 是吧 你说我穿给自己看 但是你又没想到 你这个钱一旦攒不下来 你就又有空又有空 甚至你还负着这 那你的生活得是多么的结局 多么的紧张 你压力得多大 你的生活质量得多低 是吧 就好像是这种酒饮式的酒鬼 你得把你这种购物的 这种疯狂购物的 这种消费引力得借除掉 你得像借除你的烟饮酒饮一样 都是不良时候 都是病态的 它不产生价值 它产生不了那么高的价值 所以如果呢 这个你们要说 真的是 就不管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还说跟什么生活伴侣啊 或者说跟自己的什么 父母生活在一起 你们都得是学会 把自己当成一家之主 你得有具有这个理家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得有这种理家和理财的能力 你不要说人家想看看你房子啊 有个男网友 他居然不敢跟缺姐 放他的那个 现在的现派一张 他还得从网上找 他们那个房子出租的时候啊 那个照片 因为什么呢 他知道他那房子又脏又乱啊 他不是怕别人看了 对他产生不好的印象 他还得着什么假装风模的 从网上下载一张 就跟这个缺姐的澳大利亚女网友似的 买了一堆啊 廉价的这种破篮货啊 他也不敢给缺姐看这个圆图 他还现从网上找一张假图啊 虚荣心呢 我说你跟我这装什么呢 是吧 我说我要看这个东西什么样 你就直接拍给我就行了 他还现从网上找 这不就虚荣吗 这不是假吗 你这不就造作吗 你说你跟我这装什么逼呢 是吧 我不会因为你买的这个 你过找的假图 看你的广告图啊 看起来光敏童啊 就高看你啊 反倒觉得你这个人非常可笑 非常自卑 包括那个网男网友也是 肯定是他那屋子住的 是乱他妈的跟他妈猪圈狗窝似的 他不好意思的 他从网上找了一个 那个房东出租房子那个广告 给去去看 哎呦 那广告我也看得出 你这房子是他妈狗窝似的 这床 整个一张床占据你这个房间 所有的位置 然后个大衣橱啊 还有这个什么鞋子桌 然后你这屋子就没空间吗 然后你跟几个人合用厨位 尤其是卫生间 那就可想而知 你这个居住环境都非常之恶劣 这样你还想找对象 你就一辈子单着打着一辈子光棍吧 就是这样 就是你首先得有这种理家理财的能力啊 别人和你一块待着呢 他才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你能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你能弄有限的钱 办更多的事 然后提高更高的生活质量 别人才觉得跟你生活在一起才有笨头吗 凭什么要跟你生活在一起 他不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呢 肯定是你能给他提供更多好处 对不对 你如果说啊 就是有的网友 批驳了 确实说什么 哎呀 这个什么衣服男人 真不是 如果说这个男人 他更适合拉莫赚钱 女人他更适合在家 先待着 但是把家里得特别好 那就是两口子 人家的协商 人家的分工合作 你没有资格去指责谁 依附谁 说不定 往往是 如果说这个老婆能在家里 好好待着 过新鲜日子 说这老婆他自己 还有自己的人格魅力 他自己持家能力 他能够调遣这老公 去出去拉莫去 这老公他就心甘情愿的 充满了愉悦感的出去拉莫 他就觉得 我值 我划算 我回家我有好的生活 我一生活质量 我出去拉莫 我就更有劲头去拉莫 这就是人家的两口子 分工合作 不用你这些傻逼吗 去他妈的 去作戒别人 去采采乎别人 说什么 别人就 就是衣服谁 衣服他妈个逼呀 衣服谁都不知道呢 是吧 咱们再说一下 就是你不能说 你就是 下几个乱花钱 下几个乱花钱 给这个男的 如果说你跟这个男的大伙过 或者说你跟什么人大伙过 你给人家的对方的感觉就什么呢 你过不了日子 真的 如果你把财政料理特别好 然后你买的美呀 东西都很必要 还有很有品味 显得就很高档 不是廉价的东西 你别买一堆他妈的地摊货 跟缺姐那个 阿大利亚女网友说的 买一堆地摊货 她还觉得自己 多么的有品位 有品位 给屁一看 就是穷逼 满脸满身都写着穷 写着low 这样那是谁会看得起 你呢 你自己得有品位 是吧 花最少的钱 这个显示很贵的样子 这就是你的本事 什么叫罗斯克里做道场 这就是你的本事 这就是你的生活智慧 然后呢 这个家里呢 又整洁又有序 是吧 你让人舒心 待着舒心 你有下脚的地儿 别人才会愿意 跟你待这一块呢 说凭啥人家愿意 跟你拉磨呢 是吧 说如果你 你只想满足自己 一时病态的 你想骄纵自己 纵容自己 这种物欲 你挥霍无度 然后你把家里 对成垃圾厂 说几实话 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跟你合租的室友 都会被你吓跑的 没人愿意跟你生活 在垃圾厂的 说几实话 这衣服啊 东西啊 物品啊 各种各样 就少是精 你还得有一定的空间 是吧 你得留白 你这空 你别满满当当 他妈没下脚的地儿了 你说你心里 发展不发展 你又回家也看 卧槽 这什么玩意儿 这满满当当 乱七八糟 看着我他妈 我就心发麻 我就想揍你的 说你说 如果是换了我 我是真想这么着 只要你这个东西 够用就行了 就是如果说 这个网友听着 缺解的这个广播 这一期广播 就是你们代入 你们自己是男的 如果你们在外边 辛苦工作一天 回到家 家里呢 到处都是杂物 乱得要死 没下脚的地儿 到处都磨磨叽叽 游芝麻花 饭菜呢 也没做 也没有可口的 没有一口可以吃 打开冰箱 冰箱很多时候 竟然在发霉 在发烂 在流黄水 流臭水 然后呢 就看着你啊 正好你在床上瘫着 瘫的一瘫 床上你玩手机呢 然后呢 你再看银行卡 那好几张银行卡 被你刷爆了 账单一大堆 你说哪个男的 愿意跟你过这样的任务 如果你在 再代入你们是男的 或者说你们是 什么生活伴侣 也不一定是男的 有可能是同性恋 是吧 同性情侣也一样的呀 生活伴侣嘛 就是你回到家啊 你的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 生活伴侣 把这个家打理的是 干干净净 清净爽爽 一下班就有可口的啊 这个热乎的饭菜 是符合自己口味的 然后呢 床上什么的 家里任何都干干净净 清净爽爽的 东西物品全规制的 井井有条 你闭着眼睛 哪怕他黑灯瞎火 他也能摸着 摸得到这个地方 他摸得到这个东西 他知道在哪儿 然后呢 你这个另外一个生活伴侣 就是跟你在家里 待着的生活伴侣 他买的每样东西呢 都是性价比最高的 货比三家的 然后品位呀 就各方面还加到好处 是吧 他体现着有生活情调 体现着生活品位 一回到家呢 就让你放松 让你感到安逸 让你感到松弛 然后哪怕有账单呢 也不会让你感到有压力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经济上 在处处有余 每个月你们都有盈余 是吧 你们都有存款 然后你说 如果说这个生活伴侣 就出去拉摸 你生活伴侣会不会想 哎呦 我这 我这口子呀 这个真的是不错 很会李家 给我提供的这个家呢 这是很温暖 很温馨 有很好的服务 让我很充分的放松和充电了 然后我在家里 我心情又愉悦 那我就会想 我想给我这一半 就这口子 提供更好的生活 让他生活的更轻松 他就好好把家 给我料理好了就行了 你说是不是 就是只要是 他有良心的能的 他是不是这么想 说几实话 就说 如果说呢 你真的不喜欢 就出去拉墨去 不愿意心累 不愿意身体来身心俱疲 缺解在职场打拼 那是知道的 你知道每次 以前缺解上班的时候 每次回到家 在家里干嘛呢 什么都不干 既不洗洗澡 也不起来玩手机 干嘛呢 就坐在那个椅子上 发呆半个小时 就累成这样 一动都不想动 就动不了 就在那个椅子上 坐在那 动就好像是被动在那了 一动不动的半个小时 缓口气 喘口气 你才能把这口气喘过来 然后你才有力去洗澡 洗头 你说这样的日子 你是不身心俱疲吗 就这种啊 就是你这种打工 你既然是觉得自己很累 你不适合 或你不喜欢 有另一方呢 他觉得他适合 他喜欢 谁适合拉墨 谁就去拉墨 是吧 谁适合在家里待着 谁就在家里待着 然后你相对于 就是女的来说呢 在这世界上 这个职场上 他打拼的这个辛苦程度 要比男的要辛苦很多倍 但是功劳 不归女的所有 缺姐就明白 这告诉你们吧 很多女的做了一辈子 她一直在基层岗位上 然后呢 男的什么 连墨他妈的都没拉 居然把这个头衔 这功劳 这个成绩给了男的 你说这 因为什么呢 男的可以陪着男领导 去嫖娼 去喝酒 给男领导挡酒 就人家就能干这事 你说你女的 你也能拍马屁 你能着带着领导去嫖娼吗 你能给领导去挡酒吗 你不能 你挡酒很可能 把你自个儿撂倒在那 你很可能就是 被这些畜生们给糟见了 这就直上 就这么残酷 我跟你讲 你甭说哪个国家 至少 你比如说在金融圈 那多的是女的 就这些 女的这个金融人士 你不要看他们穿的人魔狗样 他们有可能就在办公室里面 跟着什么男上司 就进行这种啪啪啪的性交易 或者说在什么下了班 去什么酒吧 去放松自己 其实女的你就不要 在这个工作场合之外 你再跟这些男的 这些职场上的人 再去进行联系 您到这个 这种环境里 就是他们的性资源 就是免费的性资源 他们不会给你提供任何资源 跟你讲 很多女的年轻女孩是不懂的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觉得心累啊 这世界太残酷 那你要干嘛呢 那你就在家 你说你在家好待着 你就好好待着 是吧 你在家里 打理这点家务 就你所付出的辛苦心血 远远比你们啊 出去职场打拼 去就一直不赞同豆瓣 那些傻逼 伪女权 真的是伪女权 说哎呦 职场打拼 比这个家里做家务 要轻松很多倍 家务有什么可做的 现在我跟你讲 扫地有扫地机器人 做饭有电饭包 有自动炒菜锅 有蒸饭的 什么没有 有烤箱 有蒸饭的 有这个微波炉 什么没有 什么电器没有 洗衣机有全自动的 带宫关功能的 还有什么可做的家务 唯一的就是你这个礼价 你作为管家的这个能力 然后你理财的这个能力 这需要动脑子 如果说你家里有绿化 像去以前 在另外一个国家 有5000平米的草地 有那个几百米的 这个树篱笆 几百米啊 那你想想 有几十棵树 几十棵树 那疯长 树枝条长到 就锤到半山腰 锤到你半腰那 你可不就得修剪 那才叫累呢 那种活才累 如果说你要是买个公寓 是吧 没有那么多活去干 有那么多机器 你说你还有什么家务呢 你就是好好理家 购物 你把这个家像个管家 你有个组织管理能力 你有个理财的能力 然后呢 你做几项这个 下了几次 正确的这个财务决定 都是你下队了 你别下错了 是吧 投资失败 那你可不就败家的 然后呢 你这种 就是分配这个劳动的 你分配的时间 就你留一个时间管理观念 像去接劳工啊 我们家里的那个草地啊 就是一个礼拜必须得理一次 修建一次 数礼拜一个月 至少得修建一次 那个野玫瑰啊 长得特别快 我老公不愿意 我老公他总想攒着 他要积攒着这个劳动量 积攒着劳动量 却也就今天还跟他说呢 我说啊 你积攒起来 劳动量看起来只是三倍 可是实际干起来呢 是三十倍 而且呢还浪费机器 尤其是啊 那个剪草机的那个皮带 就是那个转子 那个皮带 换一条 只要是你这个草地 又湿又高 啊 他就会 他就很容易就 噗噜噜噜噜就冒烟 啊 那个胶皮就秃噜了 秃噜你就得换 你就得买新的 买新的一根 就三十 你可不可以又费钱 又费石 又费力气 你还得修理这个机器 你干嘛要这样呢 你就没事 你就去扫一遍 你就就就 开着这个检草车啊 你就把这个草地 给走一遍就两个小时 最多啊 你说你在草地上 确确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就记着吧 这就是我的谚语 我给你的谚语就是什么呢 看起来三倍的劳动量 实际干起来有三十倍 这就是我给你的谚语 姐姐老公还笑呢 啊 这就是你的谚语 他就是没脑子 他没有这个时间概念 就时间管理的这个概念 如果你有呢 你提醒他 你管理他 就是你什么呢 你挥着小鞭 挥着小鞭子 抽带着他 让他去干活 也别你自己啊 就是拉末 要省太多倍的力气 如果呢 你家里 你什么管理能力 组织能力啊 这种时间概念 你都没有的话 你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然后全让男的给你猜评 你说男的会这么想 你要是把家里啊 就是给安排好了 哪怕你就是挥着小鞭子 你指挥着他 他不用他动他自个儿的脑子 他也乐意 他服你 你知道吧 他觉得你比他聪明 你比他脑子快 你比他有这个管理能力 他就服气你 他就仰视你 那你说你 你这不就你们俩的分工合作吗 对不对 就是任何人呢 就是你想和其他的人生活在一起 人是不可能说 人就是一个群聚动物 人不可能说脱离这个世界 就是你一个人生活 独居一辈子 你独居一辈子很痛苦的 是非常痛苦的 跟你们讲 只能说是偶尔的 独居一下是可以的 时不时的就得有个人来陪着你 这就是人的天性就这样 你不要违背人的天性 是吧 就是不管跟什么人生活在一起 你都得是什么呢 让你和对方都觉得自己啊 这个生活质量比以前好很多 都觉得自己占到便宜了 只有双方都觉得自己占到便宜了 你和这个对方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 哪怕是你和你妈你爸 你也得是这样 然后你们才能把这个共同生活维持下去 这就是夫妻双方啊 或者说是你和你父母 双方达成的这种契约协议分工合作 这就人和人的相处之道啊 对不对 相当于你们和这个外界那些 什么贤气杂巴的那些人的相处啊 什么职场上那些臭傻逼的相处啊 你还是简单啊 你还是这个要要感觉又容易又简单 又又有信任感 对不对 你跟职场能有什么信任感呢 那互相都是狼 他们都想就环似四周 都是想吃掉你的 至少呢就哪怕你父母 你跟他们生活不到一块去啊 是吧 实在是 因为什么呢 父母不是你选的 你父母很可能是伤害你长大的 你带着这 你没办法改变你父母 那你离开父母 你可以选择个生活 让你感觉生活舒服的生活伴侣 你不要让这个生活伴侣 纵容你这种不良的恶习 病态的这种心理 病态的嗜好 病态的这个消费习惯 这样的话你不会把日子过好的 你只会越过越糟 然后你这个跟你生活在一块的这个人 也不会看得起你 因为他觉得跟你生活在一起 生活质量没提高 反倒是被你拉低了 他怎么会喜欢你 他怎么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 他怎么愿意在你身上投入成本呢 而且呢 这个有个网友跟缺姐说 说他身边的有男的呢 说他长得不够漂亮 那缺姐跟他说 这不就是在PUA你吗 他在降低你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 降低你想靠颜值吃饭的这种欲望 所以你要解决的问题 那不是要改善你的颜值 首先呢 你想提高你的颜值 让说整个这个整个那个的 我买什么样的霜啊 面霜啊 我这成本太高 其次呢 效果太少 效果太慢 太低 基本上是没什么效果 你基因什么样就什么样 就你能改变的是非常微乎其微 顶多你能减肥 就减肥这是唯一你能做的 其他的你又不能使自己变高 你又不可能使自己突然就变白 就突然就小眼睛变成大眼睛 而且呢 就是你去拉个双眼皮 基本上都能被人看得出来 是非常丑的 那个刀疤 看起来就好像他妈 出现什么这个问题的 没有几个拉出来好看的 除非你说 但是这个价钱太贵了 做整人手术 这个费用太高了 真的不是我们普通人应该做的 而且呢 如果说你周围的这个男的呢 他不是一个有赚钱能力的 他就是一个穷逼 他就是个废物是吧 你说你美啊 你说你的颜值高不高 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其实穷逼废物来说 他不在乎女的美不美 他只在乎女的实用不实用 为什么你们周围男的那些穷逼男呢 为什么还要非要总说你们不够美呢 其实就有什么在压你们的价呢 言外之意就有什么呢 你们的颜值不配他们对你们提高 他们对你给你的这个待遇 这就告诉你降低你的心理期待 就是凭你的这个颜值呢 你就不配让提高你的待遇 让我给你更好的待遇 这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目的 就是如果是女的 我们普通人家女的啊 提高颜值 提高颜值 仅仅对富人家有那么一点用 还得说这个富人家呢 是已经信任你了 已经是认可你了 她愿意纵容你花她的钱提高你的颜值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要对着那种狗屁不适的啊 那种穷逼废物 穷屌丝 你说你提高你的颜值 不会改善她对你的待遇的 真的 如果她连养你都养不起 就这种废物男啊 这个咱们话说回来啊 这种废物男的 穷屌丝男的 她本人做再多的家务 对你来说也没什么价值 会可以说这价值非常质地 说你们也不要把男的这种穷屌丝啊 会炒几个菜 会做点家务 当成都有价值的事 这个一个男的来说啊 最必须做的不是家务 而什么呢 他得赚钱 他得给你拉墨去 知道吧 就男的做家务 他当时他不能赚钱 是没有价值的 女的呀 如果你对着穷屌子啊 提高自己的颜值 也是没有价值的 我跟你们讲 这都是属于 都在做无用功 知道吧 都没有解决自己 最基本的需求 女的需要 需要是男的养家 男的需要干什么 男的不需要 女的提高自己的颜值 男的也需要 女的来养家 你说你 这就是属于 你们的这种需求 最基本的需求是 截然对立的 直接对立的 他需要你 去给他拉墨去 你又需要 他给你拉墨去 你说你们俩 这个需求 怎么能合到一块去呢 只能是 找一个什么呢 能有拉墨能力的 这么一个老公 这么一个男的 好好给你拉墨去 然后有这么 富裕的闲钱 让你提高 你的颜值 而且是在他 信任你 许可你 认可你的 这个前提下 你才有这个能 你才有这个 就是资本吧 这个前提 你是用他的钱 提高的颜值 否则的话 你们都是 在做无用功 而且都是 非常的矛盾 非常对立 都没有解决 最起码的根本问题 关键问题 都没抓住 咱们再说一下 这个资本主义的陷阱 是什么呢 其实资本主义 就是什么呢 给不快乐的普通人 缺姐就长这么大岁数 又开始一轮卖老了 活到快五十岁 长这么大 看到的普通人 没有一个是快乐的 缺姐就没看到一个真正快乐的普通人 就是那些跟你们说 吹逼啊 说自己很快乐 那就什么 咱们假嗨呢 这是这种鸡汤的这种大叔 鸡汤大妈 就尤其是老外 确姐就长得多了 但是你们深的一巴 一巴跟他们的皮 一看 他们本身内心是不快乐的 普通人是没有一个快乐的 但是呢 资本主义就给这些不快乐的普通人呢 构筑消费主义的陷阱 让不快乐的普通人呢 通过啊 这种过度消费来买短暂的虚幻的快乐 然后来底下自己内心积压的那种真正的不快乐 就非常大 这种不快乐是不可解的 是非常不可解的 不快乐 然后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消费陷阱 来让普通人呢 陷入债务危机里面去 一生都在挣扎 在这种贫困线 甚至是流落街头 你看那些啊 就 街头的那些流浪汉 什么酒鬼呀 什么毒瘾呢 什么毒鬼呀 吸毒的呀 都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划线自己纵欲的深渊 纵容自己低级的欲望 这种病态的心理 就因为不快乐 所以我就要纵容自己干一些成隐性的这种事 这种行为 就让自己陷入 更大的债务危机 你一生都是这么痛苦下来 然后呢 你为了解决这个债务问题 你又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做出更多不理智的决定 然后呢 你要多下几个脑残的决定啊 那你就要为你的错误买单 你的选择 你承担好我吗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成年人世界就这么残酷 就这么无情 这就是消费主义的陷阱啊 说你们千万别再相信资本主义的这种诱导你们设置的这些消费的这种陷阱了 别再这么轻易的就上当了 就多看点这种断舍离啊 多看点极简主义啊 能让你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这就是缺姐给你们的建议 爱听不听 不听也没 不听缺姐也不会说强 掐着你要听 反正你们的选择 你们承担后果 自己想清楚了 反正缺姐不替你们承担 缺姐 从小就知道节奖过日子没有坏处 没有任何坏处 你节奖过日子你才能把这个普通人的日子过得好 你不要妄想着什么一口吃个帕子 一步登天 然后就跨越阶层 什么平步清云 然后就嫁个富豪 我从始就过上扩胎的生活 那非常可笑的 我给你们讲 哪怕是你有这个走这个狗屎运 往往都是可能是更大的陷阱 一个是更大的陷阱 应该是更大的痛苦 缺姐就没见到一个说你是跨越特别大的阶层 然后人家都是为你吃屎的 就是如果上你想这个跨越阶层 你想这个布劳或坐享七成的话 你没有脚大实地的 就在你这个阶层寻找跟你这个阶层相匹配的 这么一个生活伴侣的话 你大概率这辈子是要吃更大的苦的 你要是被更大的侮辱 更大的折磨 那确确看的多了 是吧 这种你还是应该找一个什么呢 既有自己的物质经济基础 有这个物质保障 马里多利最新罢的这种生存需要 但是呢 同时呢 对方又给你足够的尊重 尊严 你心里还爽 你生活物质还有保障 这才是你们要追求的 别说什么 哎呦我就特羡慕 谁谁谁啊 平步一步登天了 一下子就什么一人得到 怎么怎么着啊 你不要那么看 你看看人家能这样 能这样平步清云 那都不是一般的人 都是很角色 一个是对自己 有足够强大的自律 还有极大的运气 运气 你不要说什么违学 哎怎么怎么着 哎靠生了几个孩子 那是天生 他就有这么旺盛的这生育能力 如果正好你赶上 你没有这么旺盛生育能力 你才怀一次孕 你就落下一身病 甚至你把你给弄死了 自己给作死了 那你就你的选择 你成当后果吧 生育是风险 是非常之大 不是每个人天生下来 就有违学那么旺盛的生育能力 先生了两个孩子 扔给前夫 然后呢 又靠着这个什么 叫什么戒子来要挟 这个勤奋 又拿了几一块 但是呢 谁说这物质满足了 但是人还是需要有个伴吧 那你没人陪着你 勤奋肯定说不会陪着他 他这辈子还是就 基本上就守着一堆钱 守着自己的儿子 过一个守活改的日子 或者说呢 不断拿钱去买什么 这个鸭子 买这种陪伴 买快乐 那这个钱很快也就败光了 而且呢 这种快乐 这种陪伴也不踏实的 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买卖关系嘛 纯粹的买卖关系 人和人之间呢 就是你得找一个各种精神利益 和实际的物质利益 相平衡的这么一个平衡点 这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那些东西 听起来都非常可笑 说明你 说明你就没有认真的思考过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你也没有认真思考过 你被这个狗屎运砸中的概率 是吧 确解就是比较实在 就给你们提出的 提供的这个建议呢 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那你就说 我就喜欢现在 就安于现状 我不愿做出改变 不愿付出努力 不愿 就费力气 我就得过切果 我就 随波逐流 爱怎么着怎么着 爱谁谁 那就你的选择 你承担后果 然后你的不快乐 什么解决不了 那缺解也没办法 只能说颠倒即止 是吧 确解能给的建议也很有限 而且那就给了建议 你们也得做好什么 心理准备呢 就是自己付出力气了 也未必能成功 这都是你要自己去衡量 你的选择 你承担后果 不管你是想不想做改变 不做改变 你也承担后果 你做改变 付出努力 你也要承担努力之后 还仍然失败的这个后果 你都要做好准备 就看你自己怎么选 有的人就是 生性就懒 是吧 生性就惰性 这是 这是人的天性 那就 就没办法 那就只能说 你的选择 你愿意 安于宣账 那你就 安于宣账 或者说呢 哪怕以后 有更不好的后果 最后实在 逼得自己没法了 那你可能 人道逆境 触底反弹 也是有可能的是吧 这就是你的选择 你承担后果